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三藩市播度会 网上的五堂崇拜 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希伯罗书的信息 我们去到希伯罗书第十章 十九节到二十五节 这个题目叫做《新与变》 在开始未思想这段圣经之前 请我们同心低头和同祷告 慈悲荣华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 因着你舍身流血 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叫我们生命有逆转 我们多谢你 不单止你叫我们的生命 得到新的生命 你更加为我们预备一个新天新地 在这个地方里面再无眼泪 再无死亡 多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这样祷告 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中国著名的作家老舍 写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叫做《老字号》 三合祥是一个卖绸缎的老字号 他的门牌气势 完全是老字号的格调 有金面的黑池招牌 有旧的茶几 挂着灯笼 杂俗的武俠小说 所说的一模一样 他有老字号 所以一切生命的方法完全不用 不卖广告 不做宣传 不准伙计大声说话 他的卖点就是老字号 老字号的前掌位 有一个有趣的伙计 可以说他的得力助手 叫做新德智 他在三合祥工作了十五十六年 他的说话 他的咳嗽 他的南部长衫的样式 完全是三合祥给他的 他为此而感到骄傲 前掌柜年纪老了 宣告退休 三合祥就请了一个新的掌柜 他叫做周掌柜 在新德智的眼中 这个周掌柜 简直是一只野鸡 破坏了三个场的老规矩 为什么 原来周掌柜上日 第二天而已 就换了一个彩牌 写着大减价三个字 更安排一档的羊虎 从天罡就吹到三间 又派传单又卖广告 客人一来又送茶又送烟 买部一档就送一档 又赠送羊虎虎 买够十元就可以送货 因此店铺又要增加两部自行车 新的字看不顺眼 这些都是噱头来的不切实际 破坏了三合祥的老规矩 破格 正当他辞职不做的时候 因为周掌柜就给他行事 因为他觉得三合祥的老规矩 太深太多不能发挥所长 周掌柜走了之后 前掌柜就復出一切恢复旧观 一样都好像以前一模一样 没多久他们发觉对面 开了一个新的囚段店 原来要跟他们打对台 再看清楚老板不是谁 竟然是那只野鸡周掌柜 新的字和那帮伙计为了折省开支 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 他们相信客人不是傻的 不会被那些噱头骗的 可惜所有客人都是傻的一样 不到半年三合祥就因为生意大减而要倒闭 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 我们中国人很怀旧 纵视经验传统 祖先定乐一句就已经够了 我们恩秦守救 固立自封 很怕新的东西 很怕变 多久之前太太收拾屋 趁着我不在的时候 竟然把我的波护 我的老古董扔了 这条波护不是什么名牌 也不是很有价值 但是很有纪念价值 有一次我去踩一单车 不幸爆了胎 我所谓爆胎不是单车爆胎 是那条库爆了胎 太过尴尬了 于是在附近买了一条波护 来去代替 但是这条波护 腰围三十六寸 让我穿上来一长半尺之多 但是只是围着一条 所以我没有办法买了 买了回来之后 不适合穿 不就一于雪藏了 但我又不肯 扔了救命恩人 怎料太太一次 执房的时候 竟然之间把我的波护 扔了垃圾桶 但想一想 堵住在这里也没用 只能够和他永别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不肯扔东西的 老古董要收藏 搞到满屋都是垃圾 因为我觉得扔了之后 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有一个很怕变的人 新的路我不是 新的菜式我不会尝 新的品牌我没有胆去试 我去店铺买东西 就永远是那个店铺 不会是找新的 出家吃饭 想都不想 豆腐吐了饭 似乎只有一样东西 才合我胃口 怕变没有安全感 实际上新是一个危机 变是一个危机 一切消窥曹寻 有利可换 这样就比较安全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说新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危机 我坦白承认 旧是一个更大的危机 就好像三合祥的故事一样 老化、僵化、不懂得去变 不认清了时势、不清不楚 你以为这些安全 转眼之间就会坏 中国人所谓麻木不仁 一池死水 故步自封、恩秦守旧、食股不化 全部都是警告我们 我们做人要有勇气去突破、去改变 去成长 七十年代 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大危机的时间 不少的犹太人都会想想 昔日的辉煌 圣殿在圣殿山的闪耀 令他们觉得自豪 现在什么都没有 圣殿失去了 祭司制度失去了 政治势力失去了 国籍失去了 尊严失去了 前途失去了 在这个幻变无常的世代里面 哪一条是我们的出路呢? 在某一个程度里面来说 我们都好像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形 处于一个变幻无常的世代 有些人就把头埋在沙里面 不想 不理 不寻求人生的答案 不想前面的道路 这个是否解决的方法呢?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希伯来书给我们一条 又生又活前面那条路了 首先我们看看 十九至二十二节 又生又活的路 第一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生又活的路 从万子经过 这万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 已经洒去 身体因清水洗淨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十九至二十一节 非常精辟地 总括了基督教所信的福音 是一个什么的福音 第十九节就告诉你 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什么叫做至圣所呢? 所谓至圣所 其实原文叫做哈基翁 直译可以为圣洁之地 亦可以译作圣所 与九章二十四节所说的圣所 是没有分别的 这是天上的圣所 用我们现在来说 是属神的世界 神的世界 其实我们会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一分一入 一个暂短一个长久 一个有形一个无形 所谓有形的世界 我们个个都了解了 我们要上班 要寻食 要面对老板 要pay bill 要养家 要激仔女气 要担心这些人 要担心那些人 要担心那些人 但同时我们又感受有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永恒 有神 有爱 有平安的世界 很多时候 我们太注目在这个现实的世界 以至我们忘记了有另外一个世界 又或者我们受这个世界污染了太深 没有勇气去尋求另外一个新的世界 对那些未信的人来说 这个无形的世界太过臭壮 太过离地 太过稀妙 太过不实际 这都难怪 因为根本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世界 但所有的宗教 和人的危难无助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无形的世界 然后呼求这个上帝 很想去到属神的世界里面 究竟我们怎样才可以进入这个神的世界里面 这个是看不到 摸不到的世界 我们怎样可以进去 希伯罗斯的作者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字 来形容这条路 坦然进入自圣所 我们就要留意 什么叫坦然进入自圣所 中文的翻译 认不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字 认不了出来 以致我们不太明白 原来在原文 这个坦然进入的进入 不是一个动词 中文圣经也叫进入 很明明是一个动词 但在原文希腊文 这个进入是一个名词 这个是什么字 叫Ace order 这个字由两个希腊文组成 一个是Ace Ace 意思是入 这个意思 Into 英文叫Into 一个是Hodon Hodon 是路 Way The way 两个字走在一起 可以做入口处 入口路 英文所谓Entrance 重点是这条路 会引你到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属神的世界 就是这里所说的智性所 我们留意出埃及这个字 出埃及这个字 英文叫Exodus 这个字是来自一个希腊文叫Ex-Hodon Ex-Hodon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 一个Ex Ex就是出来 Out of 另外一个Hodon 就是Way Out of the way 出口处Exit 这条路是叫我们离开遗路的埃及地 离开那个罪恶之地 离开那个暂短的世界 进入另外一个属神的世界 所以希腊文书的作者就叫Ex-Hodon 一条路一出一入 一生一死 希腊文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 这条路是如何闯出来 这条路是如何闯出来的呢? 十九字就告诉我们 是耶稣的血 二十字就告诉我们 从万子经过 这个万子就是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血是知道耶稣的死 祂为我们的罪钉死了十字架 作了挽缓祭 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 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 殿里面的万子就列为两半 万子是左隔人去到神面前的标记 但是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 这个万子就列开了 象征人可以进入到至圣所 去到神那里 所以这个万子是指到列开的万子 就是借着耶稣的死 让我们得以进入那条 又生又活的路 生是指另外一个世界 另一个生命 另一个价值观 另一个人生观 活 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 活是指生命 这条路是似生命 是有永生的盼望 是生命的道路 唯有耶稣基督的死和救赎 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世界里面 现在神的世界里面 我们有永生 有一个新的生命 但我们不要忘记 也不要误会 以为我们一信了主 就可能可以完全同化 在这个神的世界里面 可以完全融化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是 我们仍然会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矛盾的地方就是 我们既然活在一个有形的世界 但同时我们活在 另外一个熟神的世界 这个熟神的世界 在22节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中间的挣扎 并往心中天良的规限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剩料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作者对那些心中天良的规限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剩料的人 来说这番话 究竟这些是什么人呢 什么叫做 心中天良的规限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剩料 这个就是指基督徒 指信徒 这个信徒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 天良的规限 已经洒去 所谓天良的规限 是指充满罪咎感的良心 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事 我们觉得很内疚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 而洒去的意思 就是用血去除去 是指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的血 将我们的罪咎的良心 结淨过来 以致我们可以坦然见神 第二个就是身体用清水洗剩料 是什么意思呢 清水洗剩 其实是指水泥 不是说水泥 我们就可以到上帝那里 不是 天良的规限已经洒去 就是耶稣基督的 直到祂的补血 射免我们的罪 是内在的 是看不见的 摸不到 看不到 但是 这个看不见的结淨 就直到水泥表达出来了 这个所谓身体用清水洗剩料 是指水泥 是水泥 将看不见的事 表明出来 我们都是一群罪已经得蒙赦免 可以亲近神的人 但事实上我们仍然会在一个有形 充满了试探的世界里面 所以希伯罗书的作者 在这个时候就劝勉我们 面对这个所谓 already but not yet的世道里面 我们应该如何去活着呢 他说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说话 就当存着 信心 和充足的信信心 来到神面前 但希律文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文化结构 我们叫做 Hardatory Subjunctive Mood Hardatory Subjunctive Mood 是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命令 命令就是imperative 就是要走人 就是吩咐你走人 这个就是命令 它也不是好言相劝 拜托你走啊 请你走啊 不是 而是一个既有鼓励性 也有激发性 也有吹逼性的词句 在这样的情形之后 你就用这个Hardatory Subjunctive Mood 如果我们真的要译造中文的时候 就好像说 同志们让我们一起走罢 这个是Hardatory Subjunctive Mood 原来在这句里面 二十二至二十五字 希莫罗书的作者 特别有三个字 三个动词 是用Hardatory Subjunctive Mood 这三个字 是哪三个字呢 是二十二字亲近的字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去 这个二十二节 第二十三节呢 有另外一个Hardatory Subjunctive Mood 这个就是紧守 紧守我们承认的道 第三个呢 就是二十四节 思考 让我们好好思考 我们着一来看看 如何在这个既是活在神的世界 但仍然又在这个现今的世界里面 在一个这样的挣扎当中 我们如何去经历神呢 亲近 忍守 思考 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字 让我们不住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这个字 希腊文叫Prosukomai 是表示要用功夫的 是要身体力行的 不是听了就算数的 怎样去亲近神呢 评出信 而且在一个真诚和充足的信心 在神面前 有人就会问 神又看不到 摸不到 听不到 我怎样跟祂沟通 我怎样跟祂亲近 我们要明白 沟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人和人的沟通 是用耳 眼 口 用耳来听 用眼来看 用耳口来说 用手 用脚 指着 让人看得到 这就是沟通的方法 但那些蝙蝠的沟通方法 就不是这样 蝙蝠是没有眼 是用雷达 就可以知道前面道路是什么 这些鲜鱼 就用电波来沟通 但神是灵 神要跟神沟通 是要用灵沟通 是要用信心 才可以亲近神 所以希伯罗书的作者就告诉你 我们怎样去亲近神 普罗斯要穷买 要用功夫 怎样去 就是充足的信心 真诚的信心 去亲近神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敬拜 不住的灵修 去亲近神 这段圣经就好像说 这段圣经就好像说 弟兄们让我们一起 去借着信心 借着祷告 借着敬拜 去到上帝 享受 祂的世界 所以 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做的 去经历神 我们再来看看 二十三字 这个又生又活的盼望 二十三月出现了第二个字 是用 十字之门 也要紧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自遥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什么叫紧守 原来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一个叫kata kata就是with 一个echo echo就是拥有 这两个字加起来很有趣 这个字通常可以译造 喷在监狱里面 被人困在监狱里面 也可以译造 死压住 所以中文这里 就将它译造 紧压 好像我们现在 打美式足球 你就要 抓住个球 如果球脱了 就被人拿到了 所以要更压住 而且这是一个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就是要不住的抓住 千万不要放松 一放松 Bumble就被人赢了 究竟他们怎么压住 又压住什么呢 是不是压住银子 压住股票 压住爱情 地产 房子 不是 那些都是翻简譜来的 压到手就会漏走的 靠不住的 圣经的我们压住什么 所承认的指望 指望是将来 不是现在的 不是过去的 是将来的 就好像希伯罗书第11章 我们称这盼望是更美的家乡 天上的一座城 将来的产业 更美的事 也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我们所认信的 等候的 坚持的 而且这条是又生又活的盼望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紧守这个盼望 这个就是所承认的盼望 要认知这是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 我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 明白真道 持守真道 这样才持有盼望 所以希伯罗书的作者 为什么这么紧张 那些信徒 为什么不看神的话语 看得这么紧要 好像五章十二节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应该是做人的师父 现在竟然是只是做了 这个道理的开端 只懂得吃奶 不懂得吃干粮的人 一个属世界的信徒 是一个听不尽 左以入 右以出 对神的话 是没有兴趣 说多几句就嫌烦 圣经更加说他们 分辨不了好和大 真和假 善和恶 是啊 分不了 连二天邪说都分不了 十二章二字 就称呼他们 遥动的 左遥右摆的 所以 为什么 希伯罗书的作者 这么紧张 我们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 去学习神的话语 以至我们能够亲近神 最后我们来看看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又生又活的一种生命 第三个字 希伯罗书的作者 是用Hotanry Subjunctive Word 去形容的 中文圣经竟然之间 是没有将这个字译出来 原文要翻译 可以这样说 弟兄们 让我们的焦点 放在下跌三样东西里面 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 这三样是什么呢 第一 二十四节 激发爱心 勸勉行善 第二 是二十五节 不可停止聚会 第三 就是二十五节 彼此勸勉 如果你清理自己是一个信徒 你就一定有下列的目头 第一 是不住的亲近神 第二 是不住的学习神的话语 第三 是不住的激发爱心 勸勉行善 第四 是不住的聚会 不可停止聚会 最后是不住的彼此勸勉 如果你没有这些文化 如果没有这些什么头 我就很怀疑 你是否一个信徒 如果教会没有这些文化 没有这些什么头 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的教会 首先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激发爱心 勸勉行善 中文的翻译是有一些被人有误度的感觉 问题就是在乎这个字 激发这个字 激发这个字 希腊文叫Parasusmos 原来英文有一个字 Parasism 就是由这个字来的 Parasism 就是突然发作的意思 这个字 在《新洋诗经》 只是出现过两次 但两次的情况完全不同 一次就是希伯罗书 《新洋诗经》 就是这里所说的 十章二十四节 另一次就是《士徒人传》 十五章三十九节 你看看《士徒人传》 十五章三十九节 很有趣 这里说到 保罗和巴拿巴 为了马可参加他们的 宣押活动的时候 他们起了争论 怎么说法呢 他说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争论这个字就是 Parasismos 对于希伯罗书说 激发爱心 激发是同一个字 于是我们拗了头 搞什么鬼 离了大谱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或者我们这样想法 你没有试过被人激到 彈你 被人激到五颜六色 激到山虾禁跳 激到你吹嗦碌眼 激到你心脏病发 这个激词就是 Parasismos 当然这个字 这个字 是全部我所形容都是超极的 但也可以用积极的 激到你不能爱 有一个字 有一个字 英文有一个字 叫Parasismos Parasismos 是一个医学的名词 即是突然间发高烧 或者你发烧的时候 忍不住 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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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时候 发烧的时候 感冒的时候 你身手 周身震下震下震下 Parasismos 这个字 当然我刚才所说的 激到弹气 激到山虾禁跳 是负面去看 但希伯罗书的作者 是从正面来看 Parasismos 是激发爱心 勸勉行善 是被那些弟兄的爱 被弟兄的见证 激到你 你不能够不去爱 你不能够不去继续去侍奉 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 如果被人激到山虾禁跳 有可能 为什么被人激到去爱 不行呢 我记得很久之前 当我和太太求婚的时候 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没多久 她就马上回到一封信 OK 那晚我回到家 12点半夜 有个朋友打电话来 说有难 要叫我坐的士去 带着一千元去救援 是爱激发了我 是这个爱激发了我去做的 我又记得 我们中国报道会 有个牧师叫做 郑德因牧师 一个年轻的美国传教士 去到中国传教 去到中国传道的时候 刚刚就发生了中日之战 就被日本人抓去集中营 Mr. Carlson就在一个监里 Mr. Carlson 她的太太带 带着另一个BB 就在另一个 真的很惨 你想想 已经是一个外国人 现在又要坐牢 家庭又要分开 生死又未熟 在香港的郑德因 听到之后 她知道 家牧师很喜欢吃鸡 家师母也很喜欢吃鸡 她就去香港做了一只鸡 由香港走路去到广州 去探他们两夫妇 送鸡给她吃 很危险 由香港走路去广州 又去探监 这些是什么 是西人的监 是混西人的监 很危险 她仍然冒着生命危险 带着鸡去 我每次和家牧师 聊起这件事的时候 她都眼淋淋 她说 借牧师的外心 激到我 什么人我都可以宽恕 什么痛苦都可以忘记 这个就是教会 我们教会 可不可以是借着弟兄姊妹 能够激到 不是去弹起 不是激到去激气 不去爱不得 彼此激发爱心 勸勉行动 究竟我们怎么去激发爱心 勸勉行动 25节就告诉他们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准备 停止惯了的人 聚会 这个字叫 episunagogi sunagogi 指导每个会堂 episunagogi 就是epi 加上去 in addition to 指导当时的犹太人 不单在会堂里面 还要去基督教的聚会里面 所以这个叫episunagogi 而不是用 Ekklesia 这个字 我教会 这个是有形的聚会 是教会的聚会 我家里面的聚会 我们有没有停止和弟兄姊妹的交往呢 特别在这个疫症期间 我们有没有仍然和弟兄姊妹彼此的交往呢 我们是不是看重和弟兄姊妹在一起 言读话语、彼此分享、有个团契呢 但是不是参加聚会就可以做到 我们还要彼此勸勉 parakaleo parakaleo就像个啦啦队在旁边 加油、加油、加油 我们一起成长 加油、加油 教会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文化 能够彼此勸勉、彼此激励、用爱心 就要说这个教会里面是基督彼起、彼此争执 这就是关键在里面 我们怎样能够经历上帝的世界 在这个又生又活的生活里面 有一个生命呢 除了不住的亲近神 除了不住学着神的话语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团契 激发外心、勸勉行善 不可停止聚会 彼此好像啦啦队说 加油、弟兄加油 我永远没有忘记 是我太太患了重病 或者当我自己在危难的时候 有无数的弟兄姊妹伸出支援的手 让我们有很大的安慰 让我们有很大的激励 不会放弃 这 chim specially�nov的哥谊 看看这个没有 succeeded 看着你们这么疼 встреч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们 让你们宝贵的话语 很兴 feast 让他们聚机 叫我们予 Jesucinhost 彼此激发的爱心、勸勉行善 不要停止聚会 让我们予予予予予好各章 予予予予予ершВ3 甩困 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